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文化人 今天是2020 11月7号 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在生活中发生的故事 前几天我遇到一个同学 他对于自己在命盘上 有凶心 杀心或者不吉祥的心 感到非常的紧张和惶恐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相同的经验 就是每每打开自己的命盘 看到自己命里面有很多杀心的存在 会对于自己的命运感到非常的紧张 不知道有没有 如果有 请听我等一下的节目和大家解释 到底这个凶心 杀心在命里面是什么样的意思 好 那一般来说呢 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 沾心术 紫围斗术 八字等等 其实每一个人呢 这个吉星跟凶心呢是一样的 那通常数样也差不多 他有多少吉星就有多少凶心 那甚至有很多的所谓这个命盘呢 他其实都是一个综合的评断 并没有非常无端的表现出来 就是说你今天只要是你的凶心 比如说你的凶心在这个子女工啊 就表示你的孩子是没有出息啊 或者是不孝顺等等 其实不是这样子 那不过也不可否认 就是有时候我们在生活里面会遇到 那也会在坊间听到 有不少的这个沾心或者命里大师 会用这个凶心杀心 来讲一个人在什么样子方面的好坏 那有的时候难免的 其实是非常的 有时候是片段式或者武断式的这个评论 然后让大家觉得有时候很担心 自己是不是这个命运很糟糕 那举一个例子好了 就比如说前几天我那个朋友 他去看了一个去向了一个命 那这个命里大师和他说呢 你这个夫妻公呢 有他是去看这个子微斗树 那就和他说呢 你这个夫妻公里面有话祭星 可能你会遇人不属 或者呢你这个欠老公的 甚至说到有可能会离婚等等 那他就和我来聊这件事情 那我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们去看一个星盘呢 就像我刚才说的 整个星盘他是全面性的综合性来说 他不会只是单论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 当我们都有凶星或这个煞星 坐在我们的方位里面 公位里面的时候呢 应该是这样子解释 就是说这是你自己觉得有缺憾 甚至不完美 你需要去加强的地方 那以我朋友的例子说 就是他觉得 这个他在夫妻之间的关系 或两性之间情感里面的关系呢 是他比较没有自信的地方 他觉得有缺少的 那这个有两种不同的事实啦 第一个有可能是真的不够好 第二个是他自己觉得不够好 可能我们外人看都已经相当的完美 那他自己还是觉得非常的不够 那这种现象呢 要看这个当然每一个人的决定 选择还有当时他的现实环境 也会有关系 不过我认为呢 比较客观的命理啊 他应该是要教人如何趋吉避凶 所以如果这个像我朋友那样子 他的夫妻公司有化剂心的话 那不应该只是很片面的来说 你就是有可能会离婚啊 你这个对象会不好等等 应该是说他在这个情感的部分呢 有可能他比较追求完美 那导致他的对象比较少 这有可能 或者是说 他在这个两性关系里面呢 特别的注重 那特别愿意花时间去经营他 那这样子的状况下 也有可能经营出很好的一个局面 那我们在这个紫微斗数里面 又有这样子论断 就是路随计转 这个意思是说 路呢 的意思是增加变好收获 丰盛的意思 那这个丰盛 这个收获是从哪里来呢 从这个计 也就是说从这个缺少的地方来 那如果以这样子来看 就很符合我刚刚说的 你越觉得你在哪一个部分 你有缺少 你有不足的 你越是会在那个地方努力 那甚至在里面呢 拥有收获 就像说 有一些人呢 他在这个财博工 或者是这个财富的工位呢 有土星 或者有化际 或者有煞星 那就会非常紧张 觉得自己是不是一辈子 这个跟金钱无缘 可能不是这样 也有这个 比较多的可能是 不管他今天有没有钱 他都对于钱比较没有安全感 那他会很努力的想要去追求 努力的赚钱 那其实这样子来看 这个 有这个煞星 或者凶星 或者化际星 或者土星等等 在自己什么样的 这个生命里头的哪一个部分 比如说父母子女甚至是命工 都不见得是一件坏事情 还是要整个综合来看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次见 拜拜